作词 李宗盛 好 非常谢谢 今天帮我们开场的主持人李游龙先生 我是这场座谈的主持人蔡绿平先生 我非常非常的谢谢 所有的现场的嘉宾 我相信每一位刚刚上台的贵宾 看到各位这么样子热忱的在现场 我相信都会很感动 当然这个感动最主要关键 还是因为大家敬爱的上进下空老和尚 他的个人的魅力跟感召力 以及他最重要的是他这么多年来 透过他在台湾 在海外 非常非常努力地在推广 他心中所坚持的一些价值跟理想 而这些价值跟理想呢 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这场座谈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 那就是到底在我们的心目中 传统文化 传统的中国文化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 那这个图像跟现代的社会 特别是走到21世纪的现代社会 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新的内容 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有哪一些可以因为时代的改变 而有一些调整 那我们今天各位都看到了 刚才我们在台上的贵宾 除了进空老和尚之外 我们请到了三位 可以说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代表了学术界 代表了由学术转往司法行政工作的 专业人士 也有企业界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台湾社会最有活力的几个面向的缩影 也是台湾这个社会 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台湾价值的话 最能展现台湾价值跟活力的几个面向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 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开场以后 再次的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 那我们非常希望 在未来的两小时子里面 可以让大家一起感受到 台上的几位贵宾 特别是在进空老和尚的开始之下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圆满的智慧的收获 所以我想我第一个问题呢 就跟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仰的 进空老和尚来请教 也就是说我们都讲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那到底在老和尚您来看的话 什么是传统文化 为什么这些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 那到现在还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 特别是我刚才特别强调 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了 很多人会认为说 一个几千年前的老价值老古董 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新的指引能力呢 所以我想先请进空老和尚帮我们开示一下 在您心目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 什么是传统文化里面最精髓的价值 您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 在今天的大师对台里面 先帮我们开个场 各位大德嘉宾 传统也就是世代相传 那么在中国 有文字记载 我们都知道 皇帝时候发明了文字 在皇帝之前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 所以上述往上推向 至少也有一万年以上 我们中国老祖宗 世世代代交道 这个中心就是伦理 五轮 五轮的核心就是父子有亲 这是亲爱 父子的亲爱是天性 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 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千万年前 父子亲爱 到今天 父子还是亲爱 由此可知 这个亲爱是天性 是性德 它只要是人 不但是人 连动物 它都有爱 你细心就观察 动物里面的时候 这父子的亲爱 还是很明显地 能够让我们看到 那么中国 也就是千万年来 老祖宗教导我们 怎样把这个爱 永恒保持不变 这是中国真讲教育的 终极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是这种爱 怎样能把它发扬光大 从父子到兄弟 到你的家属 灵力相当 再扩展到社会 国家 最后是凡是人 皆学爱 佛法的时候 发展到最高的 是变法界 虚空界 比我们 这个老祖宗讲的 还要广 他讲到宇宙了 整个宇宙 就是一个爱心 真诚的爱心 人爱人 就不会伤害人 人爱人 就能主动去 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 中国传统文化 是爱的文化 是一个和平的文化 所以将何为贵 那么在中国 有文字记载 这个历史 四千多年 我们这个国家 从来没有跟外国发生过战争 与世世代代 与外国都能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一 老和尚您刚才这样子谈 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 跟我一样 也许会很想再知道 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很容易就用儒家的主轴 来贯穿 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 可是常常听您 在谈到文化 这样议题的一些 很多的朋友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有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印象 就是你常常会提醒我们 儒世道 三家 构成了中国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 可是我们会说 儒家当然 有他一个渊远流长的 从孔子以后 有一个渊远流长的一个传统 道家 也有他的一个 渊远流长的传统 所以儒道之间 曾经有 中国的现代学者说 他其实就是 中国人的两个表里 他可能在得意的时候 就是一个儒家 诗意的时候 就是一个道家 在朝为官的时候 想要积极用事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儒家 他退回到山林 然后跟大自然融合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道家 可是儒世道 佛家呢 佛学呢 又是从印度外来的一个学问 但是进入到中国以后 他就东土化了 跟中国文化整个融合了 所以老师上 您怎么把我们再进一步来阐释 从最早的儒家文化 道家的文化 然后后来加上了佛学 佛家的文化进来以后 儒世道如何 和在什么样的过程里面 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呢 儒根道是中国本土的 儒这是一口梦不核心 夫子告诉我 他老人家一声 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我对于夫子的教诲 这两句 我体会得很深 那么现在人 对这个说法了 他有怀疑 好像 这个 这个 这个数而不作 幸而好苦 好像没有办法了 让这个时代再往前进 这是很保守的 其实不是 因为 中国这些老祖宗 确实他有真实的智慧 他们所修学的 是智慧 不是知识 这是我们 要能够把它区别出来 智慧是圆满的 智慧从哪里来的 是自信里的 本来有的 佛教在两千年前 传到中国 那么他的理论 教学 与我们中国老祖宗 不谋而后 都是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所以这个 一传来之后 中国朝野 立刻去接受 而且在中国 确实胜根茁壮 开花 结果 成就 远远超过了 印度 这个理念 我们细心去观察 为什么 佛教能够在中国 成就 而当时 他的弟子们 向四面报放宣传 有些我们在看到的 这个 二三百年 六七百年 就没有了 唯独在中国 这什么原因 中国这块土壤 是非常适合它 生存的空间 那就是孝道 所以佛法是私道 私道一定要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那么中国在全世界 这个各个 这个族群里面 可以说 对孝道 是讲得最透彻 而且 真正能够做到 所以这个 适合于 佛法在中国的 发扬广大 那么佛法 发展到最后 是在讲 也帮助我们 中国 乳根道 一起提升 提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 所以他讲的是 他讲的是圆 圆 就没有欠缺 你不能加一点 你也不能少一点 所以父子讲的话了 我就相信 恕而不足 心而好 他所侮辱的 所欺辱的境界 跟古人是一个境界 正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 释迦牟尼佛 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他讲经四十九年 所说的 跟古佛所说的 没有两样 没有在古佛经典上 他多加一个字 你看 说到这种 那也就是 说而不足 心而好 所以这个 确实是有很深的深度 到达究竟圆满 是一不少 在佛家讲 开悟 如根道 也讲悟心 他不是讲知识 不是讲你 这个广学多文 他是叫你 起入境界 这个境界是 智慧决定是 因界得定 因定开悟 这个界 就是方法 你要守住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一门 心是清静 心是专一 专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开悟 悟入的境界 决定是相同 所以中国 最明显的 唐朝的禅宗六族会 他所悟入的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 阅读明星 豁然大悟 是相同的境界 同等境界 都是究竟圆满 所以 能大使也可以说 他的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 是完全相同 那也就是 数而不足 他所说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一切祝福所说的 他误入这个境界 所以它是相同 不一定是 句句话都是一样 一字不变的 它的境界是一样 比如说 我们居住在台北市 几十年 你也居住在这里几十年 人家问你台北市状况 你所讲的 跟那个同样去的 它一定是相同的 它没有两样 但是不是句句话 字字句句相同 我们也要体会到 这个意思 师父刚刚在 谈话过程中 一再提到四个字 究竟圆满 我相信很多在场的朋友 都有这样子的感触 就是 现实世界 要达到一个 究竟圆满的境界 真的 还有很多很多路要走 所以我接下这个问题 我们要请教我们 现场的三位来宾 请他们就他们的专业 来跟我们一起来 相互的探讨一下 我想我首先要先请教 大家非常尊敬的 司法院的院长 赖因赵赖院长 也就是说 院长所做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 某种程度上呢 比如说我们常开玩笑地讲 如果法院的效率太高 其实它就意味着 社会太多太多的问题 所以需要法来处理 可是呢 如果这个社会真的就是 民风存厚的话 那几乎就不需要有法的体系了 可是我们也知道 现实世界 很难那么样子的 究竟圆满 所以呢 一旦富而不耗里 一旦饥寒起到心 这个社会自然就充满了 各种犯罪的问题 犯罪的诱惑 所以法又有它一个 存在的必要 我就是这边要请教 院长一个问题了 当年呢 我们的孔老夫子也说过 对不对 就是如果 其之以行的话呢 宁免而无耻 如果能够其之以理的话呢 有齿且隔 这个齿就很重要了 因为有齿就意味着 它有一定的价值观 它有一定的价值观以后 变成一种行为的规范 它会自我克制 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应不该做 好 所以我就要请教您了 那作为一个 司法院的大家长 您当然希望法的效率 能够非常非常的公平 有效 独立的执行 可是某种程度上 我相信您一定也很同意 如果这个社会能够很自然的 每一个人都克己复理的话 那干嘛还要一个法律的体系呢 这是一个矛盾 但是又是有现实的两难 请教您啊 您怎么看待文化的因素 传统文化的因素 在法的这个功能里面 它应该扮演的角色 谢谢 刚才师傅开示 这个主持人也提到 就希望能够就近圆满 那其实法律所做的 也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 这个社会能够更和谐 我们人的生活能够更就近圆满 那刚才主持人谈的非常对 各位可能知道 我们去年一整年 台湾各个法院 收到的案件 一共有325万多件 那你想想看 扣掉星期一立假日 法院开门每一天 收到的案件 大概超过一万件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的社会里头 确实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纷争 这里面有些是民事方面的纷争 在这个互相之间 有债务的纠纷 那有些是刑事的纠纷 牵涉到去打人 去杀人 偷东西等等 那所以这里面呢 确实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这个案件呢 非常的多 那它的根源在哪里 刚才主持人赢啊 恐怖指的这个话 那假定说 这个大家能够 不是完全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从更基本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上 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来 和谐的相处 碰到的问题 能够除了考虑自己的本身的利益之外 也能够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需要 社会的和谐 我想退一步想 这样的话呢 很可能刚才师父开示的 就近圆满的境界 可能就会比较接近一些 所以主持人刚才问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的深刻 我们古话说呢 图法不足以置信 法律的实施 需要有许多社会客观的条件 才能够达到法律 所要达到的目的 更基本的来看 就是刚才师父开示到 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本身 那一种爱心来出发 那一种善心来出发 那假定能够大家 遵守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对别人觉得说 我们不是那种 一定要利益冲突的 一定要对立的 有那种以人为善的情怀 也希望能够兼顾到 自己跟别人的利益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心理 来处理很多事情的话 我想这个社会 纷争会更少 和谐会更增加 那我想这个是我简单来回答 刚才主持人的问题 如果说赖院长开场 做了第一次的回答 是从一个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到 在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 其实就引申出了一个 教养教育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教养的环境 很好的教育的制度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更多年轻一代的朋友 年轻一代的小孩 能够从小开始 就能够耳濡目染地知道 什么东西是他可以该做的 什么东西是他不该做的 他的行为进退之间 就有一定的 进退的一个规范可循的话 那也许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 从法推到了 更中上游 回到了一个教育的规范 所以我们这边呢 刚好我们今天请到的贵宾呢 台师大的校长 郭玉雄 郭校长 我想我要请教 郭校长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教育 真的很重要 否则不会有这个 十年种树 百年树人 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教育呢 也不可能跟这个社会脱节 从传统的教育 一直到现代的教育 从过去的科举教育 进到现在的新式的 西方的教育的模式 都意味着它跟时代的变迁做改变 可是在台湾呢 我们现在发现到一个更大的困难 就是所有的大学 为了要让它的毕业学生 或者是政府 为了让大学毕业的学生 能够有更好的就业环境 就不免会比较着重在 他们的这个实务的取向 职业的某种训练 所以有人就会嘲讽 说现在大学变成一个职业训练所了 而少掉了一种品德的教育 或者是一种更理想教育的 一种涵养训练 我想请教您 这又是一个两难 对不对 就说教育如果能够有更多的空间 鼓励人文的内在的修养 当然很好 可是教育也不可能 不去让这个学生或家长 不去顾虑到说 这个孩子子弟从我这学校毕业以后 他能够在社会上 能找到一个适得其所的工作 所以请教您 在这两难当中 一个教育工作者该怎么办 特别是在这样的困难当中 传统文化的一些涵养跟熏陶 可以仍然有他立足的空间吗 在大学体系里 谢谢啊 这个问题相当的复杂 因为台世大的校训 里面就讲过教育国之本 因为国家的这个本源 就是要教育 教育就是要人才 教育好的人才 生人的人才 那么刚刚我们法师也讲过 究竟圆满 事实上呢 我们都知道 中庸是很难达到的 要达到圆满也是相当的困扰 那么在这里呢 事实上呢 大家知道我是物理学家 大家知道圆的面积 是所谓πR平方 R是距离半径 就是这么大 但是π呢 大家都不知道 它3.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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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一大堆 但是我们通常用3.14 其实它不是3.14 所以乘起来的面积 我们就看到 就是一个圆的面积 在那里 但是呢 在数学里面 就是一个π 它是一个无理数 到今天还不知道 它的值到多少 所以就究竟圆满 这个科学完全是启合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个人来讲 在教育 什么叫教育 我们说过 老子说过 天命之为性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所以啊 天下来生下一个命 它就是天性之为命 天命之为性 率性之为道 要那个性 要怎么代理 是要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是什么 要修道之为教 所以要从事教育 所以各位 教育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我们说 如是道三家 其实中国不是只是如是道 刚刚法师也讲过 我们要大爱 要奸爱 这个东西 我记得南非 普通 那诺贝尔奖 他来到台湾 跟我在校长室里面 就谈起这件事情 他说在南非 他主张 就是奸爱 就是global love 就是大家都要相爱 父子之间要害 兄弟之间爱 不同民族要互相的爱 他说世界就没有烦恼 所以各位 教育就是要 福德与智慧其修 福德与智慧其修 一定这个德是要福德 要福德 师比受有福 要常常为了别人 所以呢 知识的传授 并不是最重要 而是福德在先 所以大学也是一样 刚刚主持人说 现在的学生 常常就是为了就业的问题 事实上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一个大学里面最重要的 要训练大学生 要怎么样 要具有 要道德感 要能够跟人家沟通 那沟通就很有意思了 就相互之间要互相爱 所以这两个 是我现在在办校 自校的理念 所以有了这个以后 他们将来就是做事 绝对没问题 但是呢 假使我们事先 就把专业训练的太多 而把基础的品格的训练 而把它移试掉了 就好像雅苗助长一样 这对未来是非常的危机 中国的传统文化 事先没有错 但是中间 我们要把它落实 这才是重要 在郭校长的谈话里面呢 其实又引出了一个 我非常好奇的问题 刚好我们可以请教的是 下面这一位来宾 商业周刊的荣誉发行人 金维纯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金维纯先生所从事的工作 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媒体 我们讲的商业周刊是一个 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媒体 可是另外一部分来讲 他也是一个企业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刚好跟我们之间的这个主轴也整个的环绕起来 也就是说从企业角度来看的话 赚钱是一个最高无上的道德 可是刚好他又是一个媒体 媒体呢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对媒体有一个期待 说它是一个社会的某种工器 所以在工器跟赚钱之间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几乎从赖院长的工作 法律的工作到教育的工作 都发现很难究竟圆满 虽然我们都希望究竟圆满 可是这中间就会有一些矛盾 所以呢这边就有一个问题 郭校长刚刚说 他一直希望他能够教导他的学生 心中要有一个道德感 要能够有一种相互的沟通 可是这里面呢对我们媒体来讲的话 或对一个商业来讲的话 我们会碰到一个难题 就是什么样的道德呢 这道德会不会变成一种相对的 相互的道德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道德 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有之说 我很道德 可是当每一个人道德观 尤其在商场上的利益 为利益之所趋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跟冲突 特别是我相信 包括今天也看到了 我们的媒体的环境 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 狗仔的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在 所以我想请教您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 这样的一个媒体人出身的 一个背景之下 您觉得对一个像这样的媒体环境 商业竞争的环境里面 谈道德 谈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会有意义吗 还是说这个意义 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它的立足点呢 我们谈到媒体的经营环境 如果我们拉长来看 就是师父常常说的 其实现在是一个末法时代 甚至于是已经灭法时代 跟当初我们所谓的最优良的文明 所发任的那个时间的环境 是差距很大的 在当年释迦牟尼 是对包括老子 庄子 或者孔子的年代 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人跟大自然是处于一种 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 一方面有大自然 一方面也有人 所以在那个环境中间 人的心比较容易清静 比较容易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 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大自然已经从我们生活中间 退到几乎没办法察觉的状态 我们都是跟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大家生活的环境是不平衡的 所以因此人跟人之间 互相的影响力 可能要比过去要大更多 那这里面当然就有 非常多的一些事情发生 比如说以我们媒体来讲 那以台湾这个环境 大概就有两个事情 是一个底线 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你不能违法 违法的那个赖院长 他的属下就会来找你 第二个 你这媒体要有人看 如果没有人看的话 你很难持续经营下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底线 它的范围是很宽的 所以各种媒体呢 可以想办法诉求 各种不同的人的需求 而人的需求 因为在一个比较 失衡的环境中间 它的需求 很可能也是失衡的 就它在媒体中间 很大部分 是希望得到比较刺激的 或甚至于麻醉的 这样的一些元素 那么所以说呢 不容会员的 我想媒体 它是可以扮演一个 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往往偏向于负面的比较多 但正面的案例呢 是有的 我觉得师傅本身所 示范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 正面现象 我如果从媒体和商业的角度 去解读一下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师傅是非常专注于修法奖金 所以产品特别的好 第二个呢 它运用的商业模式 叫做开放原始码 它奖金讲出来以后 你爱把它做成电视 做成DVD 做成文字 师傅不管 所以这是最先进的商业模式 叫做开放原始码 那传播的方式呢 实际上他们在这个 所谓网络 Internet Business 叫做P2P 没有价格 由爱用者 自己去推广 自己去传播 所以呢 最后的结果是 我想师傅的影响力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尤其在华人的世界中间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以我个人来讲 今天是我第一次 有机会 这是在老和尚面前 第一次见到 但是我已经 有朋友送我的DVD 我听老和尚讲金 已经超过一百多个小时了 那么因为听到以后觉得 心生欢喜 所以我也买了很多这样的DVD 不是买啊 就是结缘 他们也没有跟我买 包括蔡老师 蔡李旭 讲的地质规 我也买来送给很多人 这就是最好的模式 最好的运用 现在媒体的方式 把最先进的科技 用到 然后用最好的模式 让他自然 用大自然 自然生长 自然滚动的方式 在船部这样的一种 很好的一个 一个教育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说 以我商业收看来讲 其实我们也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 我们也证明说 媒体是可以往正面的方向走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这个 主持人刚刚提到说 这个狗仔文化 在台湾很流行 我们原来以为 媒体开放以后 更自由了 那一定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 结果呢 是好像变成狗仔文化比较盛行 然后很多人就被迫要跟风 本来不想这么做的 因为看到狗仔文化 也得到欢迎 所以他也就跟风 那但事实上呢 我们商业周刊 证明了 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改变的 因为一周刊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们认为 他们是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他加入了一个ABC计核系统 结果果然是台湾最大的杂志 结果呢 我一看那个数字 比我们商业周刊的发行量还少一点 所以当然我也就加入了 那个同样一个系统 就发现说 我是商业周刊台湾最大的杂志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ABC系统 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最大的杂志是商业类型的 只有台湾一家 就是我们创造了世界纪录 意思就是说 不同的媒体 基于不同的商业目的也好 或其他的目的也好 他可以诉求人不同的需求 但最后呢 谁能够得到大众的一个认同 还是跟经营能力有非常非常大的相关 我想在未来媒体呢 各位都知道媒体在正在高速的演变 变化之中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当然是 internet的发展 就是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它是一个大的入口的一个平台 以后它表达的方式可以在阅读器里 也可以在mp3 也可以在手机 尤其是3G的手机快要出来了 那么它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可能性 可能是超出我们过去对历史上任何传统媒体的一个理解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它其实是有机会 把人类自古以来最好最好的精神文明 透过最便宜的最方便的乌远佛界的方式 让所有人非常容易的去享有 而且因为这样的一种媒体的科技的进步呢 使媒体的受众变成分众分类分道非常细 细道可以变成量身打造一样 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那么就像我们在佛法上说 其实佛法只有一条 但是法门有八万四千种 因为大众有八万四千种烦恼 有八万四千种习性 所以要用八万四千种方式去接引它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未来网际网路的一个这样的媒体的一个 充分成熟以后 它是完全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 这个社会中间最精英的 最有能力的 能够最有大愿的人 应该要非常的关注媒体这样的发展 而且能够投入 我想媒体一定可以在未来扮演一个 有关这个文化的发扬方面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谢谢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第一轮的三位贵宾 以他们各自不同的专业的角度来回应了 晋空老和尚在第一轮谈话里面 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价值 还有它内涵做了一些积极的回应 正面的回应 我不晓得各位的感受怎么样 可是我这样一轮听下来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这是我要请教 我们的敬爱的晋空老和尚的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仿佛大家都知道 在他们各自的现实世界里面呢 究竟圆满真的不容易 可是呢 事在人为 我们从赖院长的谈话 到郭校长的谈话 再到金维纯发行人的谈话 各位都可以注意到 他们都承认 现实很难究竟圆满 可是他们都承认 如果只要肯努力 肯积极地展现正面的价值 或正面的力量的话 它不是不可能的 虽然很辛苦 但它不是不可能 好 所以我这边回来就要请教师傅了 换下说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传统文化里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厘清 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内涵 如果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传统文化跟现代生活是不冲突的 如果我们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去知道 传统文化存在的价值 可以让我们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不管各位做什么样的行业 我们都可以抬头挺胸的 活得理所当然的话 活得理直气壮的话 那这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就要请教师傅了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去理解传统文化 我们该怎么做 难道都是要靠这些各个行业里面的 领头的 我们说领头羊的这些角色 这些领导者的角色 不断地以身做原则的 领导的正面的去示范呢 还是说我们能够有一套方法 比如说师傅常常在电视上面讲经 透过媒体 我们把我们的理念传播出去 甚至还在汤匙 以一个线 实际上做出一个成绩给大家看 让你知道说 这不是凭空的 甚至师傅还到全世界各地 去跟学者跟政治人物对话 去告诉他们说 不要把宗教想的只是宗教的领域 宗教也跟我们的现代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请教师傅了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 愿意为传统文化 扮演一个极先锋的角色 那必须要让他知道 传统文化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所以这点上师傅会怎么样建议 我想这个建议出来以后 我们台下这么多人 将来看到电视的 有更多的朋友 他们会知道说 原来师傅给了一个 很好的提醒和建议 我们可以朝这方向去做 所以师傅你认为 该怎么样让更多人去了解 去认识传统文化呢 谢谢 这个主持人你问得很好 认识传统文化了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传统文化 我们俗获了 至少有一个世纪 这个有它的因素 满清亡国之后 中国当时的社会 军阀格局 以后就是给日本人的八点抗战 那么在杰招的时候 这是国共的战争 所以一直 我相信不是不知道 这个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而是这个整个神域 这个影响太大了 像我在童年的时候 天天在讨难 家人没办法照顾到 只教导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 就是在战乱的时候 小孩走失了 离开家庭 你怎么样能生活 活得下去 在那个时候 这个是当前是最重要的 一桩大事情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文化 去欠缺了解 我一直是到台湾之后 那个时候生活相当困难 我们在工作之余 想找一点时间 来补习 学业没完成 那么我那时候找到 我们一个同乡 方多美先生 那时候我很喜欢研究这学 就跟他学这学 那么他告诉我 给我讲了一部 这小课论 我们没有教科书 就是两个人 在他家里面 小课厅 这个一对一的 一个星期 两个小时 他特别给我的 星期天到他家里学 那么从西方 讲到东方 最后讲到印度 末后的一个单元 是讲佛经哲学 我听了这个就很怀疑 我说佛教是宗教 而且是多神教 泛神教 这个多神教 泛神教 在宗教里面属于低级宗教 高级宗教 只有一个真神 他怎么会有哲学 他说你不知道 他告诉我 他说释迦摩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个学佛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是把我对于 这个宗教 对于佛法的 这个错误观念 就证过来 所以以后我就在这上 留意一下功夫 特别受到这个诱惑的 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 是真的吗 但是我相信呢 老师不会欺骗我 因为老师教我的时候 那时候我生活是最困难的事 我们没有一份钱的学费 本来是想到学校去旁听 他的过程 他不让我去到学吧 要让我到他家里去 这个个别的来跟我谈一些问题 所以我的学徒的修佛的时候 是从这个地方入门 那么老师教导我 现在的佛学 寺庙里面已经很难看得到 真正想学呢 要到经典里面去 要我从经典里面去学习 在那个时代 民国四十几年 四十年初的时候 这个佛教的这些典籍 非常稀少 在台湾只有三家印佛术 数量少 这个种类也少 那么在台中有个瑞城数据 台南有个庆胖数据 台湾有一个佛经 有个台湾印经处 印经处 诸金咒老 就几个居士们发心的 所以也不是固定出版的 所以得到这个经书就很不容易 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寺庙 寺庙里面藏这个大赏经 我们接受老师的教导 就读那些东西就收集 然后重要的东西就去抄写 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抄了不少经 是从这里入门 那么这么多年来 在佛法 我接受老师的教诲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那么从这个里面 确确实实 我们才知道佛学的伟大 接受之后 我第一个接受的出家人 是张家大师 这也是非常难得 稀有的一个善知识 我说我刚刚接受到佛法 方先生把这个佛法介绍给我 知道佛法的殊胜 我向他玩家请教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让我能很快地欺负 他真的是说出来了 可是我不懂 我把他的意思错解了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提出这个问题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看了半个小时 一句话不说 半个小时之后 他才说了一个字 有 这一个有 我们的精神就提起来了 很注意地来听 他又不说了 我们这一激动 他就不说了 那么过了差不多五六分钟 他就告诉我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我们学习了58年了 真正肯定的 这句话是佛法的秘诀 就是看破 放下 看破是对四十真相 明白 放下什么呢 放下 佛门里面所讲的 其心动力 分别之处 这个东西一放下了 他就成佛了 慧能大师 在这个无足方丈师里面 为什么不到两个小时 这个无足把一波就传开了 凭什么呢 就是他真方丈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书下 也是真方丈 所以释迦牟尼佛很难得 他是 他是 实现代表一个知识分子 好学 多稳 所以他十九岁 离开家庭出去求学 到三十岁 学了十二年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时代 印度无论是宗教 是学派 都重视禅定 禅定是经约 重视禅定 那么从禅定里面 能够突破空间为次 能够见到 我们一般人看不到东西 这就是讲的六道轮回 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家 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所说的 他们在禅定当中说 这个空间全部突破 他上面能够看到 飞飞想天 下面能够看到地狱 所以对于这些人 他完全了解 可是我们从一个 这个好学的人来讲呢 他肯定还有些问题 第一个 这个六道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一道 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 肯定有这些问题吧 这些问题呢 在当时印度 无论是宗教界 学术界都没办法解答 所以释迦牟尼弗放弃 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了 放下之后 入更深的禅定 这才打开 达到 才真正明了 明了之后 那么就开始教学 那一年是他三十岁 他一生从事于讲经教学工作 七十九岁过世 所以教学了四十九年了 这个在古大德里面 一生教学这么长的时间 只有他一个 我们知道孔子都游列过之后 回来才教学 那个时候他六十八岁了 夫子七十三岁过世 他真正教学的时间是五年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大宗教里面 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教学二十七年 基督教的耶稣教学三年 他被人害死 所以我们如果细心就观察 宗教是什么 宗教都是教育 多元文化的教育 社会教育 可以说是 用现在的话说 他们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释迦牟尼弗表现 不但是一个社会教育家 而且是一个社会义务教学的工作者 因为他教学 他不受修费 有教无类 不分古籍 不分族群 也不分宗教 这我们在经典都看到了 所以它是属于教育 我们要能够从这个观点 换过来来看宗教 那这个宗教对于社会的贡献利益就大了 不至于产生误会 可是在现前社会里面 宗教是不是变成明星呢 不能说没有 为什么呢 他们把教学丢掉了 我在印尼 印尼有一位长老告诉我 这是伊斯兰教的 这是伊斯兰的信徒 多数人 古兰经 阿拉伯文 都能够背诵 可是意思呢 意思不同 我听了之后 这就好像佛门里面的咒语一样 念得很俗啊 不懂意思 不懂意思 你就很难得理 所以佛家讲了 信 解 行政 你有信 你没有办法解 没有办法解 那你怎么个行法 其实后面都没有 那我们佛门里面 现在也是这样 有很虔诚的信徒 但是佛经的教义 他不懂 甚至于问他学佛 佛是什么 他都说不出来 这他怎么能够落实 怎么能把它 变成自己的思想 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所以这个宗教教育 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这些年来 我在国际上 接触许多宗教 普遍地圈导在 我们要重视宗教教育 而且宗教教育 非常重要 055年 我在马来西亚 讲经 遇到马哈地先生 我们见面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他说法师 你走过很多地方 你以你的眼光来看 现在这个世界 还会有和平吗 这个话题 问得非常严肃 当时我就向他报告 我说如果你能把 四桩事情做好 世界和平 他说那四桩 我说第一个 国家与国家 能够做到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第二个是派系 政党 第三个是族群 第四个是宗教 都能做到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天下太平 他听了之后 走回头 半天说不出话 然后我继续告诉他 告诉他 我说确实是难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很技术的问题 但是从宗教下手 就有这个机缘 可以寻找 毕竟这个世界上 信仰宗教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 宗教要谈起 宗教要互相学习 宗教这两个字 要以中国的文字来解释 太好了 宗是什么意思 我们查查字节里面 宗是主要的意思 重要的意思 尊从的意思 教育是教学 那这个和起来 宗教是什么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育 尊从的教化 这个好话 真的 这个宗教 我们细心去观察了 它符合 在中国用这两个字 用的好话 这里面决定的 没有意思 所以宗教要谈起 我是90年 99年 99年的时候 在这个 新加坡 新加坡有九个不同的宗教 我们在那里 很努力地做这个工作 把它团结起来 让九个宗教都变成一家人 像兄弟姐妹一样 这个对于 这个社会安定 有很大的防御 他们的政府 非常欢迎 所以我有这么一点精英 我跟马哈迪 他团结宗教 可以能够 宗教这样团结 能影响政治 影响族 马哈迪 听懂 是他第二天 就给我写信 邀请我参加 他主办的一个 国际合避会议 所以宗教要互相学习 要真正找到 他根本的东西 他里面 有高深的层次 像佛经 佛经在普及 这个教育的时候 就是萨根的教育 他讲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这是全能普及教育 那么既少数的 往上提升的 那他有高深的哲学 有高深的科学 方老师当时介绍我的是哲学 以后我发现的是科学 从理上讲是哲学 从四上讲是科学 比如他讲宇宙的来源 讲生命的起源 讲这个深层次的英雄 那这个东西里 就有很高深的科学根哲学 应用在不但是人类 应用在设法界 应用在六道 无论在哪一道 你都能像方先生所讲的 你能够在一生获得 幸福美满的人生 人生最高的享受 真能够获得 所以我这一生呢 我很感激老师 我每一堂上课讲究 我都把老师照片放在我的面前 都能够看到 永远感谢老师 如果没有老师指导我这条路 可能我已经早就不在这个世界 我没有求寿命 我一无所求 我发现这个东西好 我觉得我有使命感 我要把它传承下去 我要把它发扬广大 而且宗教 我发现宗教里面 所讲的东西没有缘扬 确实它是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不同的方式 宗教可以团结 宗教团结可以带给社会安定 世界会 金控老师 像刚才这段开示 我想非常精彩 尤其是他特别提到了 方多美教授 还有张家大师 这两段师生的情缘 你可以充分地感受到 师父刚刚讲的其中 说用了一句描述 说这是他人生 至高无上的一种享受 能够跟着两位 不管是知识 道德 都是一个典范的人物 跟他请益 但我在想 其实今天我们现场 有超过1500个朋友 我想对我们在座的 很多朋友来讲 今天下午 聆听金控老和尚的开示 以及三位贵宾 从他们各自的专业的意见 所提供的映照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享受 那我下来就是要请教三位来宾 也就是说 前面一轮我们都谈到了 究竟真实 事实上是 大概在现实世界里面 是一个很辛苦 很不容易达到的 可是我们总是要 势在人为的去推动它 所以我先请教 司法院的院长 赖因造赖院长 也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 在过去 那就说认为说 自乱事当然是要用重点 即使不是自乱事 也应该要把那个法定的很严 执行的很严 自然就会让那些 心有为非作歹念头的人 就打消他的作歹的 这个坏的念头了 可是现在新的 法学的思想也告诉你说 其实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 正因为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他们对于包括像死刑 这样的问题 就有不同的角度的 各种反复的辩驳 可是我们会发现到 他很有意思 他竟然回过头 又跟我们老祖宗的某些理念 又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想请教你 即使究竟真实 对您来讲 您知道说 还是有一段现实的距离 很艰苦的工作 要去克服它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一个理想的面 您认为说 整个的司法的革新 整个的司法的这个信赖感 要重新建立的话 除了法要有效率之外 还应该怎么样的把文化的因素 教养的因素 跟它相辅相成来推动 在您的理想的蓝图里面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刚才我们听师父的开示 也特别提到教育 特别提到宗教的这一些力量 我个人完全赞同 那刚才主持人问到了 这一些法律的施行 那么乃至于目前 这一些法学的教育方面 应该怎么来做呢 那我就想到有一个 看到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年轻的法律系毕业生 在学校呢 成绩非常好 那毕业呢 就考取了律师 拿到了一张律师执照 那就开始职业 租了一个房子 结果第一个官司呢 就打赢了 拿到一笔呢 非常丰厚的这个酬劳 他就把这个钱呢 拿去买一部新车子 每天早上呢 从家里开到他的办公室 晚上呢 下班呢 又从办公室开回家 非常开心 有一天晚上呢 他这个下班呢 又照例呢 开了车子 然后一边呢 把这个汽车音响打开 里面很好的音乐 合着那派子在打 很开心 他想到他手上 现在还有三件大的案子 这三件大的案子 如果打赢的话呢 他拿到了酬劳 可以把现在 租来的这间办公室呢 给他买下来 非常开心 就一边打着拍子 一边的这个 听着这个音乐的时候呢 不小心崩了一声呢 创到了前面的车子 原来前面一部计程车 开得比较慢 崩 他就把他这个创上了 创上了之后 这个计程车司机呢 就下了车很凶 就骂了他 说你怎么开车 开得这个样子 这位年轻律师呢 不慌不忙 非常镇定 他把后车厢打开 后车厢摆了一瓶上好的洋酒 这个洋酒喝了大概超过一半 还剩下一大半 他把这个洋酒呢 就倒了满满一杯呢 给这个司机 这个年轻司机呢 看到这个瓶子这么漂亮 闻起来这个 这么好的味道 一下就把它喝掉 第二杯又把它喝掉 第三杯又把它喝掉 哇 整个半瓶酒喝得差不多了 这位年轻的司机呢 大概这个酒精呢 发挥一点作用了 开始比较态度好一点 就对这位年轻律师说 这样好了 我不为难你 你就把我的车子修好就好 我不会对你怎样 不过呢 你刚刚这个酒这么好啊 光是我一个人喝呢 不好意思 是不是呢 用你的酒呢 我敬你一杯 这位年轻律师他摇摇吐说 我现在不喝酒 因为我知道呢 交通警察马上要来 要帮我们两个人做酒策 那各位都知道 开个车哦 你这个后面的车子 创造前面的车子 通常呢 一定是后面的车子不对的 但是如果前面这个车子呢 这个司机呢 是喝了酒开车 酗酒驾车 那当然结论就完全不一样 法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那这位律师呢 显然呢 是应用他的这个 法律的专业知识呢 要占人家便宜 那么当然这个笑话 是美国笑话 我们台湾律师不会这样子好 那我讲这个就是呼应刚才师傅的开示 还有早先刚刚郭校长的提到 整个这个伦理的问题 我们现在整个法学的教育 我的感觉呢 专业的知识的传授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最好的高中毕业生 有很多人就到法律去念书 然后里边老师也都非常的好 那所教的课程呢 我看大概绝大部分 90%以上呢 都是法律专业的课程 怎么样认识民法 认识刑法 认识商法 认识诉讼法等等 但那个伦理的课程呢 就很少 所以说你有了专业的知识之后 怎么样正确的来应用这一些专业知识 不会去不该用的地方来用 我觉得这个是刚才主持人提到 说这一些法治的教育 怎么样能够更健全呢 那我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部分呢 刚才师傅也提到 郭校长提到 还有我们这个金发新人 大概也提到这一些 人与人相处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的社会刚才讲 就是感觉上 人与人之间呢 好像距离会比较遥远 当然今天各位大德是例外 大家都非常和谐 很多人不太往来 然后这个人际关系有点冷漠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住在乡下 出门的时候门根本不要关 左邻右舍会互相照顾 然后隔壁人家 譬如说现在夏天 这个田里的这个稻子熟了 左邻右的小孩子都去帮忙割稻 人手不够会帮忙晒这一些这个稻谷 然后看到这个下午 譬如说有这个打雷鱼 隔壁人家的衣服没有收 你主动会帮他收 父乡间非常的和谐 互相帮忙 但现在这个社会呢 看起来这种情况不太多 住在一个公寓里头 一栋大楼里头 楼上楼下 好像不太往来 甚至于隔壁人家也不太往来 那我常常讲到 人跟人相处 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各位一定也知道 我们这个有一些古的这些诗词 我把它借用一下 蛮有趣的 各位一定知道 宋朝有一个大诗人 苏东坡 他有一次呢 他听到弹这个琴 当当当这个琴声 他就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这个声音从哪里来 声音出来之后 又到哪里去 他就信手呢 写了一首诗 我想师父 还有各位大德一起读过 他说若言情上有情声 放在夹中和不明 若言生在指头上 何不语经指上听 他说这个声音呢 如果是说从琴上面来的话呢 那这个琴放在盒子里头 放在琴甲里头呢 为什么这个琴就没有声音 那他说如果这个声音 从手指头上面来 他说先生啊 你和我把手指头摆在耳朵边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 所以答案就是说 琴本身没有声音 手指头也没有声音 只有手指头碰到琴弦的时候呢 才会有声音 那我说我把这个道理的 他当然我想师父最清楚 这个我们以前的文人呢 这个唐宗八大家 还有这些文人呢 对这些佛理 对佛法禅学都非常的深刻 这些讲的就是 因缘合合 言取信空的一些道理 我把它转戒呢 把它当作一个 人际之间的一个关系 刚才讲 人跟人之间 住在隔壁 如果不相往来 就好像那个琴 摆在那边 手指头在这边 不去碰他 不会有声音 碰了之后 到底发出什么声音 那就看 你怎么去碰他 会弹琴的人 手指头聊拨一下 乐音琴声非常优美 但是如果 很粗暴地去 动这个琴弦 恐怕点琴弦都会弄断掉 所以这个就是 人际之间 这些道理这些关系 那当然各位一定也知道 像这种诗 其实在 以前在唐诗里头 其实也有 刚才这个斯东坡是宋朝 我相信斯东坡大概是 读到唐诗像我印物 另外一首诗 那么它是用 谁跟这个诗头做比喻 那我想这个时间关系 我不太多讲这些 换句话说 从整个刚才 师父提到宗教 佛经也好 禅学也好 还有很多的这些诗词也好 其实讲了许多这个人的 跟人的相处的道理 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来 学习来万味的 刚才主持人一直问 这些法律上的问题 我们看到整个六法前书 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所有的法律 就是要解决 就是要解决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人跟人之间如果能够更和谐 那么我想冲突更少 这些法律其实都可以備而不用 只要大家刚才师父所开示的 发挥这个爱心 发挥这个善心 发挥以人为善的情怀 就像今天各位大德一样 那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和谐 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 谢谢 赖院长的期待 很自然的 就会回到郭校长的工作上去了 郭校长刚刚在第一轮的谈话的时候 特别点出来说 他们一直很希望能够传递一个讯息 让他们的学生知道 教育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呢 是让你自己有一个一定程度的 道德的理想跟道德的坚持 也要能够人跟人之间 有一个相互的沟通 所以他其实已经点出了一个 教育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跟价值观 但是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 相互宽容包容 知道这个不同的世界的多样性的 所以这边就要请教郭校长 我们这样一路下来 你也可以呼应前面的 包括金光老和尚的开示 以及院长 还有金卫纯发行人的 所有的谈话 你也可以做一个回应 但是我要问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就是说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人 价值观是草莓族 网路的世代 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更多样 更开放 都听不下去什么传统文化 传统的什么道德 可是我相信校长你也会同意 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 也会发现 其实就算再怎么变 这些孩子 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渴望 比如说他们也希望 有人可以爱他们 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念书的青春的过程中 有人会认同他 会鼓励他 然后给他帮忙 告诉他说 你很优秀 你是一个很棒的小孩 甚至呢 他希望能够交到一个男朋友 女朋友陪着他在校园里面散散步 他的人生就充满了一种宽阔的 想象的世界 所以我想请教你 表示说 这些孩子在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上 其实跟我们这个世代 跟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的世代 所面对的基本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以后 其实跟孩子是可以对话的 跟年轻人是可以对话的 所以我想请教您 您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谈一谈 您的教育理想 就跟刚刚赖院长一样 您的教育理想里面 要怎么样去把这种传统的价值 老世代所希望传递的价值观 能够跟年轻的世代 他们的数位的年代 网络的年代 能够相契合 您有一套什么样的蓝图呢 我想个人来讲 恐怕我用个人的亲身经验 跟大家分享 当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第一个孩子是众智障 今年已经40岁 但是他那时候 才是两岁 我带他到美国 在那个环境里面 大家知道众智障 他不会讲话 也不会 他的耳朵少一个 鼻子就塌塌的 但是呢 我们那时在留学生 很苦 一定要把他退出去 所以在买菜的时候 一定带他走 带他去 他到了超级市场 手乱挥 把所有东西 一下子就都扫下来 扫下来那时候 我很紧张 我太太也很紧张 就过去 就跟他们讲 说我们要赔 但是他们的经理人过来 马上叫我们离开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永生会忘掉 他说 孩子有没有受伤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赶快离开 这是因为我们处理不好 而所造成 各位 为什么 在台湾 我那时候在台湾 生这个孩子 不敢带他出去 还有一件事情 他那时三四岁 他不知道 但是那时候 女孩子都穿迷你裙 他就在 锁就乱挥 把一个女孩子的迷你裙 就拉起来 那个女孩子就转过来 看到这样的孩子 他就抱着他 说You are so cute How do you know 他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怎么知道呢 各位 让我深深体会到 所以为什么我回国来 我是读科技的 在美国那是很容易找事 我认为 只要要从事教育 应该回到国内来 同时呢 回到 回台湾来的时候 有一次 我在交通大学 办了一次园游会 我的孩子还是坐在那里 坐在桌上 去摸到了一个家长 他三十几岁 他的女儿 他四五岁 摸到他胸部 结果 他是不喜欢人家过来 就是一掃 不注意就摸到他 结果 他的那个 妈妈怎么说的 大声地就责备我 你要好好把你这个孩子 教育好 将来 你看我的孩子将来 会有什么 有心理上的障碍 我那时听了 实在非常的生气 我说我跟他讲 我儿子只要知道 性骚扰的话 我给你一千万 各位 这个知诫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就在源头 那我们常常说 吃果汁要败树桐 源头出来问题 今天台湾在教育上 是源头出来问题 幼儿子的教育 一定要赶快的 让他在不同的理念之下 来教育他 所以我个人来讲 带财师大就跟同学讲 我们要的是精英中的精英的师资 品德一定要好 要能够吃苦耐劳 要能够成正情谱 然后呢 你们要下乡 去照顾这些弱劳族群 要跟那自闭症的孩子 跟那些孩子互动 所以我们学校常常办这种点灯啊 各种的活动 就让孩子真正的了解 什么在爱的真谛 所以这叫做服务学习 所以各位在座 我想在师父的领导之下 我想你们都走出来了 记得正言 那个应孙法师 住在在我后面 200公尺 我常常到他那个 他的镜色里面去 上面写着一个条款 我记得 既人成佛 佛在人间 人佛一致 人就是佛 佛就是人 只要我们有爱心 我们好好去在一起 教育我们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 从小就把他教育起 知道什么叫爱 关怀别人 轻轻地跟人家说一声 我爱你 或者像刚刚那小女生一样 让我永生都记得 那好美啊 我儿子也知道 他说他是很聪明 各位 今天我们谈来很多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什么地方 刚刚师父也讲过 我们传统文化是有 但是要怎么去落实 我读过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余自善 最后叫自善 还有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有讲过 自大无外 最大的是没有外面的 就像我现在研究的科学一样 宇宙有多大 宇宙的边缘我们摸不到的 因为它以光束在走 它是无大 自大无外 自小无虐 最小的是没有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包容 所以各位 刚刚我听了师父 他是真的 他年纪可能稍微的 大我一点 他做了很多的善事 他一直在传经 在讲经 但是教育也是一个在怎么样 在讲经 做一个教育的人 一定要有使命感 今天国家要强 一定要有最优质的师资 今天教改改来改去 都没有说 都是肢结的事情 最主要的 就是要有好的师资 在各行各业都要好的师资 这些老师应该具有 陈正勤福 在这里谢谢各位 给我这个机会 我相信各位听到了 台师大的郭校长 刚才那段谈话 应该都是会从内心深处 发出一个感叹跟敬叹 敬叹的原因是因为 真的我们看到了 亲情是永远没有疲惫的时候 郭校长他刚已经说过 他的孩子今年也四十岁 那可以晓得 这一路走来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说让人家敬叹 可是我也说也很感叹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会在台湾这样的环境 跟在西方这样的社会 就会出现同样对待他孩子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包括在座的所有的贵宾 还有我们现场的近空老和尚 还有三位贵宾 大家心里都会很感慨 就说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的国家是够进步的话 光就这个个案来看 我们还不够进步 我们这社会还是不够进步的 因为人家是真正的把 每一个人都当成是 上帝的创造物 平等的去对待 平等的去看待 而我们却很可能还是 从一个正常或不正常的角度 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 这些世界里面的 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里面就牵扯到 我刚刚的校长 我相信他一定很感叹 因为他是一个做教育的人 所以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社会 能够真正的把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包容 真正的变成一种内在的价值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 这整个的探讨里面 其实校长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点出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说到最后 其实不是知识的问题 而是内在的价值跟修养 跟一个内在的认知 特别是对下一代的孩子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 今天听了以后 大概都会提醒自己 怎么样去跟自己的孩子说 可是真的不够啊 我们在座也只有1500多个朋友 怎么样把这1500多个朋友的想法 做到一万五千个 十万五千个 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个 甚至一千五百万 更多更多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了 所以我这边就要请教 金维纯发行人 我想我们也就把这个问题 很自然地顺着这个推过来 既是媒体人 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环 听到这样的话以后 而且我也知道 你们的孩子其实年纪也不大 你说我们也是为人父 我们也都希望 这个世界 每个孩子到最后是手牵着手 没有肤色的歧视 没有意识形态的歧视 没有贫富的歧视 这又是一个究竟 圆满的一个很辛苦的一条路 我想请教你 你认为 您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媒体的蓝图 它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真正走向一个包括郭校长 不要让郭校长这样子的父母亲 会觉得在台湾生长 带着他的孩子 竟然是有压力的 结果反而是去了父母之邦 到别的地方 就竟然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尊重 我相信我们做媒体人士很惭愧的 请问你 我想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郭校长讲的故事 因为我在美国也读书 待了四年多 对美国的社会 我也有一些感触 不像郭校长所讲的故事 绝对是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因此认为 说我们台湾比美国差 我觉得美国人一般来讲 他们是比较开朗 比较有风度 甚至也可能比较有礼貌 但我觉得在善音的种子上 我觉得台湾说不定是全世界第一的 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能小看我们自己 刚才从师父到院长到校长都讲了故事 所以我也要讲我的故事 这故事是绝对真实的 事实上 老和尚所讲经说法的事情 在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事 包括改编了我的一生 大概将近一年多以前 我遇到了一个 我们大陆来的一个朋友 他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 那我们两个人一见了面以后 聊到了 静空法师 我们两个人从此就结尾莫逆 就散不料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的敬仰 非常尊敬 静空法师 而且因为我们都从各自的 在做企业和经营事业的经验 首先看到了 静空法师所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领域中间 是可以在家里发挥的 那我们两个人最感触的事情 就是汤匙经验 就是在安徽的汤匙 那我个人的解读啊 为什么汤匙经验是这么难得 而又成功的一个经验 它有四个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呢 是他借用了一个古圣先贤 也就是孔老夫子 儒家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叫做弟子规 因为孔老夫子是不需要宣传的 大家都知道孔老夫子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智慧 作为一个元素 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呢 是讲解弟子规的方式 是用现代的人 包括他的父母 包括他孩子 所面临的困难 和需求出发 从这里去讲解 所以能够很快地深入人心 受到欢迎 第三个因素是 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模式 找到了一个核心的关键 就是说不能只教小孩 要连父母一起教 就是从人 这个人师的角度去看问题 不是从经师的角度 从身教的角度看问题 那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第四个 就是说是在一个城市中间 密集的快速的大量推广 让这个好的种子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范围之内变成多数 所以它变成一个成功的经验 那我想我跟我那位朋友 我们谈到 说为什么会做一个事情 做对的时候 跟做不对的时候 有这么大的差距 是什么原因 那我想我们的结论 也是显而易见 我觉得因为是老和尚 他有智慧 有慈悲 因为有智慧 有慈悲 你会真正深入 关心你所想要 服务和影响的人 你就会知道他的需求 你就会找到正确的方法 然后你去做的时候 就会有最后好的结果出来 那我们两个人 在谈这个事情以后 谈到就是说 我们的智慧慈悲 这方面比这个 持妇差距太大了 那怎么办呢 最后我们就下一个句 结论 我们边做边学 就在学中去做 就这么一来一往 我们谈了很多次 最后的结果 各位知道说 刚刚主持人叫我 商业周刊的荣誉发行人 为什么加荣誉两个字呢 因为我上个月底 我已经离开了商业周刊 离开了我创办 22年的事业 我要去重新做 受老和尚感召 而开创我人生的 一个新的一个大院 而我们一个最重要的partner 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他也是受老和尚的感召 他也放弃了他的事业 我们两个要联手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 我们也就参照了和尚所开示的方法 我们在想说 可不可能运用媒体 去做一件事 就是看能不能协助大家 更好的 做一个更好的父母 我觉得如果 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做好父母这件事情上 能够再改善一点 正确一点 那这个对教育下一代的影响是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德 因为你要做好父母的时候 不仅是能够教育好下一代 而且你要做生教 你必须改善你自己 那如果这件事做到 那不是问题都没有了吗 那我们赖院长可能又要比较轻松一点了 所以我想就是回答那个问题 刚刚主持人问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在媒体中间可以做的事 是有 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 用师父的话讲 要真干 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 希望说我们能够结合很多有志知识 能够透过所有可能的媒体 从平面的到电子的到影音的到internet 就是网际网络的东西 最后能够变成说 在手机里 在电脑里 随时都可以做 而且不只是说 光是看了 听了而已 而是可以用互动的 一直陪伴的方式 去能够看能不能协助 最大多数的人 在不同的需求之下 碰到了做父母的困扰的时候 能够起一点作用 这是我们所发的一个月 我们就希望说 利用我们在媒体和企业的经验 受师父的感召 我们就决定改变我们的医生 来投入这件事情 谢谢 金维纯先生 金维纯发行人 刚才的后面这段谈话 其实也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 这个大师的对谈呢 导引到一个最高潮了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刚才这样一路停下来 各位会发现 很清楚的 事在人为 有正向的力量 我们继续去推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虽然离这个圆满 还会有一段距离 可是他就会更推进 往前推到一个部分 而且最有意思的这张事 刚才各位这样一路听下来 也会发现到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其实只要 在他自己的本分上面 认认真真的去做 这个社会自然而然就和谐了 你是一个老师 你把老师角色做好 你是一个司法的从业人员 你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您是一位媒体人 您是一位很多很多行业的 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所谓 职业没有贵贱 你如果做到一个事在人为 把自己的完善 做到最接近 就近圆满的这个地步的时候 其实社会就自然而然的 就近圆满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相信师父应该会同意 我们今天这场活动 如果说到最后 每一个人带着是一个 自己有一个决心 像金卫纯先生一样 每一个人带着一个决心 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或者转换一个角色 或者转换一个念头 或者很努力地去实践 你今天得到的智慧 其实这个社会就真的 越来越接近一个完美的社会 所以我这边要请教 老师上您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刚才一路这样走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包括您说了一个亲生的故事之后呢 三位每一个人都说了自己亲生的故事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其实教育是有一些方法的 您我记得您 我们好几次在一些访谈中 您曾经提过 知跟行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有很多人可以把佛学念得很好 哲学念得很好 经济学念得很好 法律学念得很好 教育学念得很好 传媒念得很好 可是他不一定能够在行为上面 做出一个好的典范 可是相反的 行为上面如果给一个好的典范 它可能的影响就是 他的学生一辈子会记得 这一个作之师 作之师的长辈 给他一辈子的提醒 然后他一辈子就会照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很明显的怎么样做一个典范是关键 所以我想我今天最后的一个题目 我也就不照我们原来设定的题目来请教您了 我就是想请教您 每一个人怎么样在自己的本分里面做一个榜样 怎么样把自己的行为规范 自我要求的提升到一个榜样的层次 我们想到这里面并不容易 比方说他可能有经济上的困难 他可能有知识上的不足 他可能有现实条件上的压力 现实环境里面的各种问题的干扰 在这种困境之下 师父怎么样给他们加油打气 给他们一个开示 能够在困境当中 永远不要忘记做下一代的典范 师父有什么样的开示和建议 谢谢您 这个问题 无论是在修学 是在做人的方面 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过去 印光老法师 常常讲的两句话 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他老人家常讲 顿轮净分 闲邪存尘 我们如果把这两句话做到 我们砸根地教育就落实了 头一个 我们要顿目轮场 也就是说 校养父母 奉死自掌 这是佛说的 跟老后人讲的 顿轮净分 是一个意思 我们在家里面 能够进到校道 在学校里面 能够做到剃道 做一个好的学生 父母 老师 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一生成就的 关键人物 所以中国的古理 把老师的地位 提供父母是相提并论 是同等的 特别在丧礼上 能够见到 老师过世的时候 心丧三年 这个情多么厚 老师的儿女 跟自己的关系 跟亲兄弟没有两年 一生都会关怀 都会照顾 古人有这么深的情 所以今天我们讲 落实 头一个 要落实校道 学校道 校道是跟父母 关系处理好 跟长辈 教道是跟平辈 兄弟 如何能够相处 说兄弟 一模俗身 那是完全是骨肉 如果兄弟不和 父母操心 那就是大不孝 学佛也是如此 如果佛弟子 对于不同的宗派 有排斥 有意见 不能和目相处 我想 释迦牟那佛看到 天天有眼泪 你能成就 所以顿目伦场 比什么都重要 也就是 首先我们了解 人与人的关系 关系搞清楚之后 我们尽到自己的本分 无能是意 我们真正从这上面 这是真实的学问 真实的德行 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对于广大的社会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一定要守住 古生先贤的教会 像六族在谭经文所讲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们看别人的好处 不要看别人的缺点 我们的心情就会很愉快 很舒畅 所以人是良心 心是善良的 良心 人之初性本善 为什么把我们的善心 把我们的良心 当作别人的啰嗦头 这个没有智慧 所以决定 不把别人的过失 确信放在心上 要把别人的优点 常常看别人的优点 实在会学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老师是谁 是一切众生 父子所讲的 三人行必有无私 那是圣行人 善人 我们看到了 我们想到他的善行 他的善念 我有没有 没有要赶快学 有很好 要保持下去 看到不善的人 我们接触到了 我们想想 他那些不善 我有没有 有则改制 无则加密 所以善人 我人都是老师 那我们对于善人 我人 平等对待 释迦牟尼佛 教普行普策 你看第一句话 离尽诸佛 诸佛是谁呢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呢 佛在华音音上说得很好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 那由此可知 所以佛法里面 众生成佛 在理纪上讲 一念之间 念头一转 就成佛了 就回归到自信 回归自信 就是真的圆满的佛果 自信是清净 自信是圆满 自信里面 不但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所以佛给我们讲 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叫一真法解 这个是佛的平等法解 那由了分别了 那就得往下降一级了 这是佛法讲的 四圣法解 如果有了执着了 那就变成六道了 所以 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与世处之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执着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执着放下了 你的烦恼稀奇就没有了 六道也没有了 那到哪里去呢 四圣法解先切了 如果说分别 也没有了 我与一切法都不分别了 世法解就没有了 所以佛经说 世法解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来的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这是严重的烦恼 你能够放下 所以说放下 徒道立地成佛 那个徒道是比喻 就是讲的 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学佛 学不需要 学很多典籍呢 不需要 为什么呢 智慧是你自信里的本有 不是从外头来的 华阴先生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 得相 这数字都好 智慧 自信里的本有 得能 万得万能 也是自信本有 向好 那就是无量的庄严 也是自信里的 都不是从外头来的 那我们现在都向外求了 为什么向外求了 自信迷失了 迷了自信 自信里面智慧 得能向好 都不能兴起 所以只好去求啊 求来是假的 求来是不究竟的 求来的 后面有很多负责用 所以佛教我们修什么 修情尽心 你看无量寿经 大家念得很熟 无量寿经讲修行 最高指导原则 就五个字 清净 平等 修 这是因 果报呢 经题上半诞讲的果报 大臣 大臣是讲智慧 大臣就是智慧 无量寿 那就是这些 庄严 就是想 所以我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介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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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藏世界 多么的美好 我们看到之后 无限的 羡慕 向往啊 其实 我们今天这个地球 跟极乐世界 跟滑藏世界 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 静随心转 一切法 从心相生 他们那个世界 只好 好在什么 人心善良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届时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那个地方的居民 上善了 所以他就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不但是我们上善 而是上卧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吧 那我们如果觉悟了 我们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我们这个世界 不就变成极乐世界了 今天这个世界 灾难这么多 灾难从哪里来 我们很相信 佛所说的话 水灾 灾难 感到感到 人要么有贪心 水灾就没有了 火灾 火灾在现在最明显的 地球的温度不断上升 科学家讲 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在佛法里都不是 佛法讲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的火气太大了 常常发脾气 我们发一次脾气 如果警觉到了 哎哟地球温度的时候 你看我又把它加深一点了 那你就不敢发脾气了 脾气没有了 这个地球温度就正常了 地震从哪里来的呢 地震从不平来的 傲慢 自大 赶得来的地震 台风从哪里来的 于是 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 断掉了 佛说的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痴 自然灾害就没有了 这个话 这真的吗 真的 这个日本江本圣 波斯波斯 前几个星期 到台湾来访问 他还特地来看我 他做水试验 无意当中发现 做了十几年 我去参观他的 这个实验室 水是矿物 在科学方法 实验证明 水能看 能听 能懂的人的意思 我们一善念 对待着水 你看他在实验里面 让水做出洁净的话 那个图案非常之美 最美的 这他十几年的实验告诉我 最美的图案 两种 一个是爱 一个是感谢 这两个意念的时候 让水接近的时候 都是最美的 他懂得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吃饭 这个宗教徒吃饭了 之前做祷告 这个江本波斯说 大有道理 他那些祷告的时候 他所吃的饮食 都变了 变好变美了 色香味 它都能变美 我们的意念 对这个物质 它产生变化 所以静随心转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要努力 修自己的清净性 修平等性 修热而不明 不但自己身心健康 你不会感染任何疾病 这传染病你就不在乎 你就有免疫的能力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的大环境 山河大地 自然灾害 也纵然不能说完全避免 它会减轻 所以说大力灾难变成小力灾难 小力灾难就没有灾难 我们能做得到 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们 我们一心一意 来断卧修善 来积德累功 我们自己好 我们也能够把整个台湾表 希望我们台湾认真做得说 这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 我相信会比汤匙做得更好 现在在台湾的时候 这些领导我见得很多 我非常感激 我也非常敬佩 由他们来领导 我们全民一起来 把古圣先行的教诲来落实 决定不欺骗人 我学了58年了 在两年就是一个价值了 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 圣贤人 句句话都是真实 都是从自信里流露出来 为什么在全世界那么样感动人 没有别的 他是属于信的 真心流露 自信流露 人都有信 都有自信 所以只要一接触到 都生欢喜喜 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从我做起 从我家做起 谢谢大家 信空老和尚为我们今天的座谈 给一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 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的家做起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三位来宾 个别人用一点点的时间 我想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想他们在今天跟老和尚 在不同的专业跟老和尚之间有一个对话之后 对老和尚 对各位在座所有的朋友 以及对他们三位来宾来讲 我相信都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我们来听听他们三位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论 我们先请院长您 谢谢 刚才师父提到从自己做起 我完全赞成 我刚才要来参加今天这个聚会 从这个门口一进来 就看到我们的每一位志工 就在他的岗位上 就非常亲切 非常热心的来引导我们进来 他们就是从自己做起 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志工 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德 两个钟头的时间 各位的表现 聚精会神 还非常热心的来掌声鼓励 谢谢 作为一个观众 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德 就是最好的楷模 就是从自己做起 我想到呢 一个人会不会成功 乃至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强胜 其实也是看看每一个人 是不是从自己做起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三十多年前我到美国去念书 有一天呢 冬天呢 他在北方下大雪 一夜之间呢 积了二十多寸的雪 州长宣布呢 启动紧急救援的机制 所有的电力都停了 水也没有了 然后呢 整个进入紧急状态 学校当了停课 我就住在宿舍里头了 我想好奇呢 就出去看一看 到底呢 学校的情况怎么样 结果我走到 教授的研究室的时候 居然看到好多教授呢 也都到学校来 虽然学校停课 我的指导教授 我敲敲门进去 我说今天学这么大 你怎么来 车子没有办法开 他说车没有办法开 我走路啊 我走到一个钟头的路 就到学校来 他一样做研究 一样看书 我觉得说一个教授 或者一个学校会成功 就是他从自己做起 刚刚师傅说的 敬业的精神 我们到国外去旅行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谈 不多谈 各位有很多的经验 到国外旅行 你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国家会不会抢胜 就看那个国家的人民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敬业 都能够从自己做起 所以我拿这样的一个心情 来参加这个聚会 我想这个师傅的开示 我们如果要读经 要修行 也要非常的敬业 非常从自己做起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该做的修为 这些做好 我想晚上了 会睡得更香更甜 我们健康更好 整个社会也会更和谐 我们的国家 一定明天会更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司法院的赖英赵赖院长 我们也请台师大的 郭宇雄 郭校长来说几句 今天的感想 作为今天的座谈 他的一个小小的结论 校长请 谢谢各位 我一直在做笔记 因为今天我学习了很多 那不管怎么样 我就想到 一个人 一定要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 也就是要诚意 诚意 正心 修身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诚意 正心 是从本身做起 我想这在我们 这个中国的古老文化 写得很清楚 还有呢 我想希望各位 要有时间 也读读 崔苑的座右鸣 还有朱子家训 这个都是完全从自身做起 无道人之短 无缩己之长 诗人甚无念 受诗甚无望 那么最后是 九九字昏荒 那么在这里都是我们 中国中华民族的保障 因为我们没有读过火经 所以我不知道 火经里面有多少的保障 我将来期会希望有 但是我仅记着一句话 任何事情都不能过犹不及 因自心悲 悲医自导 自悲无碍 因为人常因为有智慧 才会生悲 但是悲呢 就需要智慧来导引 到时候智悲就无碍 最后呢 我就以这几个字 跟大家 人家说 问孔子 孔子说 我的人 什么叫人 他忠述而已 那么用这个字来包括所有 就是老子所说的 自大无碍 通通要把它包括在里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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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台词大学校长 郭一雄 郭校长 我们接下来请 商业周刊 荣誉发行人呢 未来也要开创他新的事业的 经文成仙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想从自己做起 当然是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从自己做起 有几个因素 会让做得更成功 我觉得第一个是 要发大愿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呢 应该可以发大愿 我最近有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 他们看到台湾来看到很多事情 非常感动 他们就讲一句话 他们说在台湾看到了 世界未来的希望 这句话怎么讲呢 因为我觉得几百年来 这个西方文明所主导的 现代人类的文明 其实现在已经碰到 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我想这个就不多说 大家都看得到 从环保的问题 到能源的问题 到经济的问题 都存在在那里 那么所以我觉得 整个全世界的趋势 是从物 强调物和重视物 开始转移到强调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文明 已经开始从西方 开始往东移 往东移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最明显的 是中国 或者中华民族的崛起 那么在中国和中华民族 崛起中间 一定要一个新的 一个精神上的 一个建设出来 而这个源头 这个宝藏 要到哪里找呢 就是到台湾 因为台湾是 华人的社会中间 唯一的一个 带着完整的 传统中国文化 进入现代化的 一个社会 独一无二 我觉得就是 师傅也常常讲的 就是说 如四道三家 在台湾完整地保留 而且现代化 生活化 无处不在 我想这是 所以说 台湾人 每一个人从自己开始做 我们确实是可以改变全世界 你要有这样的大院 我觉得这个动力就足够了 那么在做法上 我觉得两个 第一个我觉得 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位巨人 就是我们 清空法师 我们大家就站在他肩膀上 然后呢 就是说 跟着老和尚修行 就是每天修正自己的行为 边做边学 一定会成功 谢谢 边做边学 一定会成功 而且呢 我们都发大院 我想从自己做起 从家庭做起 这个大院呢 其实听起来是非常平时 但是平时是最大的考验了 我觉得今天在座的 一千五百多位的各位朋友 你们才是真正的贵宾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 经过老和尚也看到了 三位来宾也看到了 他们就真正的 在两小时里面 没有人起来 没有人离开 然后也非常聚精会神的 在回应我们台上的 各位朋友 包括老和尚的开示的 热烈的一个互动 跟回应 这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们都从自己开始做起了 所以请各位 给台上的 包括老和尚 还有三位贵宾 一个热烈掌声 也给各位 自己一个热烈掌声 非常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